这位桃园的王先生也很无助 因为他花了大钱买了陆地头等舱 这台车要坐机场接送 所以他是靠行把车子租给了租赁公司 但是租用的驾驶竟然把这台车 擅自卖给二手车行 而且拿了50万订金 人就不见了 让王先生认为车行太离谱 大台黑色陆地头等舱气势超强 不少商务人士黑帮都爱这台 桃园有王先生控诉 把这台靠行租给租赁公司 车租出去却不复返 游南7月9号 王先生把车租给简先生 说好还车却说碰上台风天 找各种理由四天便一周 直到8月5号 王先生却被朋友告知 车被上架在二手车行 等着被拍卖 弃价了 工作伙伴就传了一个FB的截图 上面就是车业在二手车行 在卖我的车 我们才知道车子被简先生 卖给了二手车行 控诉对方擅自把租来的车 当成自己的车排卖掉 更指控二手车行 怎么凭着一张行照 没授权书 也没向租赁公司确认 或向卖家查阅身份资料 怎么把车就卖掉 但中国车行回应 靠行后车辆归属于租赁公司 不再属于王先生所有 收购前也都有 按照程序 那看到是租赁公司 那我们也忙就是有上网去查 确认这台车子 就是目前是没有贷款的状态下 那他当下也有提供给我们 就是他接轻的这个电汇单 那正常来讲 他今天把车子压在我们这边 那他又提供了这个电汇的单据 我们付他50万定金 然后压车 这个在中午当中是合金合理的 在很多像Alco这种车子 大部分都是以公司名义去购买 那我们自己我们都会 如果我遇到是租赁业者的车辆的话 我会要求购买赁公司 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租赁公司业者 解除 有点解掉 要变成是私人车辆 我再跟你说谈谈 谈全清楚吗 王先生找不到简先生 对他和车行提告侵占和诈期 二手车行也无奈自己碰上这种事 如今双方将对不公堂 中心新闻黄启动 桃圆报导 有一些有问题的车都会挂着假车牌 但告诉你不用警方这些什么高科技的设备 也可以辨认出来这是假的车牌 像是这个保时捷车主 他是因为在网路上面购买了客制化车牌 但是颜色很黄 所以巡逻远景马上就发现不对劲了 你只要近看 就会发现他有裁切的痕迹 结果拆下来确认 上面并没有防卫的雷射标签 就当场被抓包 因为这个车牌的Mega包括了颜色材质 边框的形状 甚至摸起来的凹凸梅花 你不需要什么科技的东西 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保时捷停路边远景一瞄 车牌有鬼 这是你本人的吗 不是 谁的 我本人 又是Bia Khan SOP 但远景哪会信 车牌远看只是起疑 近看真的诡异 他这边边缘这边都有切割的痕迹 这个不是原厂的牌 对啊 不是监理站发的啊 你们会换这个牌 就是牌有被扣过 扣过才会换牌啊 光是挂在车上 就明显不对劲 拆下来确认是假的 我跟你说这没有错 这是假的 压住的雷射 这是监理站的 给我们辨认的那个 你这没嘛 当时男子坐在车上滑手机 还向远景公称 他的车是朋友的 因为他的假车牌是客制化的 号码还特别选用朋友同款的车 本来以为远景不会发现 但是因为他的车牌 实在做得太劣直 一眼就被砍穿 8号下午5点多 保时捷停车 在新北市树林学情路口被逮到 原来他早知道超速没脚罚单 车牌会被注销 两个月前就先克制好 挂着假牌 五个月爬爬灶 但因为车牌颜色太黄 一眼就被远景逮到 公家的车牌是非常标准 他会刚好服贴在外面 可是像一边民间他们做的假车牌 他们会留一些裁切的痕迹 然后还会有一点色差 会稍微深一点点 肉眼就能辨认除了颜色材质 车牌边框 还有下方的梅花摸起来是凹凸凹 警方也能进一步确认雷射标 发现这个标签它没有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确认假车牌 因为你摸它它会有 它会有磕的感觉 新式车牌有雷射标签浮水硬防卫 不论假车牌多会装 假的都真不了 东森新闻张仲华杨洁安 在新北市报道 这年头唱歌的人有变少吗 没有想到连连锁的KTV 新据点板桥馆也贴出公告 9月底要结束营业 不过很多人去唱过歌的人都觉得 这里的设备不但很旧 而且疫情的时候 自助bar取消之后 很多人已经不太喜欢来这边唱歌了 但我们追踪更发现不是只有板桥馆 连台北市的复兴馆 也是只做到9月底 所以整个大台北地区 就只向延平北路的旗舰店还开着 不过旗舰店也要转型 变成复合式的经营 以后还会新增保龄球馆 你再唱歌之余 可以顺便打保龄球 娱乐多元化 现在各大娱乐场所 通通都在抢客人 知名的KTV业者新据点 就推出保龄球馆 消费者可以边唱歌边打保龄球 曾经风鸣一时 国民运动保龄球再度回归 新据点KTV广告打出 KTV店加保龄球馆 唱歌前 唱歌中 唱歌后 都可以来打保龄球 双娱乐 绝妙组合 打完保龄球之后再唱歌 我记得好像有点 不像是一样 我觉得应该会分开来的 就是会唱歌就是唱歌 不会特别会打保龄 球友反应两极 业界人士则分析 新据点KTV 会建立走向复合式经营 也是市场逼着要断尾求生 虽然还在经营 但工人现在才装潢 还把丢弃的原型影 带回家做纪念 开在板桥府中商圈 新据点KTV公告 9月底停业 2009年11月开幕 是新据点KTV 四层楼都是包厢 现在一楼大厅杂物一大堆 明显无薪经营 消息一出 让不少消费者震惊 毕竟都在里头欢唱过 熟吗 或者是那个 就是历史的那一种 就是 你感觉好像要坏掉 要坏掉的感觉 就是 我在想坏你的感觉 他以前有秩序法比较好 但是 后来疫情就熟掉 消费者直言 设备相对老旧 加上主打了Buffet取消后 就减少上门意愿 内部人士透露 一个月租金 至少300万元 业绩不如从前 干脆歇业 新据点也证实 大台北四家门市 继2021年西门馆后 包括板桥馆 复兴北路馆 都只经营到9月底 只保留业平北路的旗舰馆 随着娱乐产业多元化 连锁KTV似乎也荣光不在 东西文章是马恩凯 在台北采访报道 一度自称是木可前经理的 这个叶志光 他一直上节目不断的爆料 结果引来民众党强力批评 甚至木可公司还准备要告他 说这叶志光 根本没有担任过任何的职位 不过对此叶志光先一步的 到北柬来告民众党诽谤 没想到民众党一早 有人守在门口爆发了口角冲突 立顶委任律师 首屋指民众党组织部副主任 林昭义涉嫌诽谤 两方冲突一触即发 北柬远警在旁戒备 柯文哲金流争议连环烧 民众党林昭义不满 自称木可前经理叶志光 以及立顶公司总经理张俊棠 上节目自称替柯文哲选举活动 带电超过1300万元 至今还没追回 林昭义拿着平面标题 猛酸对方诈骗集团 欢迎在外面的朋友 有多少人听到李文中董事长 对外介绍我是木可总经理的 我希望有良心的这些朋友们 我们在法庭上 我们可以来去陈述这段事实好吗 总PM不是总经理 LINE的对话记录 能够当法律证据 我也是服了那个律师 就回叶志光张俊棠立顶公司 抢先出招案铃提告 毕竟民众党回籍 质疑叶志光的身份 再抢没签合约 哪来签1300万 民众党时任竞选总案是黄珊珊 则是说好也要率队开告 民众党强调将会延后提告 未造文书罪 因为会计师端木正 擅自调解差额行为 造成情欲受损 不过民众党也承认 内控机制出问题 未来还会做内部调整 不过一连串的争议 恐怕难找回流失的信任感 东升学员刘伟成练志好 廖伟宏 李如台北报道